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們動漫信幕外慶祝一周年 耶 大家好歡迎收看動漫信幕外 我是Ben Sir 首先我們要熱烈慶祝動漫信幕外已經一周年了 耶 真是很久沒見了 因為2021的上半年都在忙準備出生 所以其實也有很多NG片 我們呢 現在2021年終於拍到動漫信幕外的第10集 今集就選擇了零和第一個無面超人01 去跟大家說探討一下有什麼信仰的反省 01無論在造型設計和名字方面 都是向第一代的無面超人致敬 在香港其實早在去年已經播完01 日本更加在前年已經播完 現在在香港的電視台已經播成人 當然日本就... 我們現在首先講一下01的故事背景 然後講一下這個動漫可以帶給我們有什麼信仰反省 故事是主角非電畫人 是非電集團的繼承人 不過他的夢想是做一個搞笑的藝人 即是做王子華 那為什麼他會變成蒙面超人不做搞笑的藝人呢? 原因就是他看到他心愛的Human Gear 這些人型的人工智能機械人暴走 襲擊人類 他不忍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於是他就決定繼承非電集團社長 帶起蒙面超人的變身腰帶和衛星摘牙連結 變身成為蒙面超人01 打到那些暴走的Human Gear 在幾十集裏面製作團隊用單元的方式去到講述 畫人怎樣在助手E.C的幫助之下 找出Human Gear暴走的原因 一步一步實踐人類和Human Gear共存的夢想 另一方面 畫人都沒有放棄成為搞笑藝人這個夢想 在這幾十集裏面 畫人都不斷講一些冷戒 講完冷戒之後 都會有給他助手E.C吐槽的畫面 了解了故事的大綱之後 我們就看看今集的重點 就是看主角如何刻化 如果你以為四十多集蒙面超人 就是看如何正邪大戰 你就錯了 在故事裏面 一向代表正義、光明和樂觀的主角 畫人在第四十二集之後就刻化了 在那一集裏面 和畫人出生入死的助手E.C 被滅亡信女.net的臉破壞了 很多月後 畫人的內心大受打擊 心裏面充滿了仇恨 最終被故事的大魔王Arc 利用了 在幾集之內 成為了Arc 1 不斷襲擊痛苦 就是說畫人內心有沒有掙扎 在故事裏面 他很想走出痛苦裏面 非常難過和痛苦 他其實擺脫不了負面的情緒 不斷被仇恨操控著 襲擊自己的痛苦 很可惜 因為疫情的關係 01他的雜數被刪減 很多情節很快就被縮減了 2000年後 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畫人黑化這個情節 在幾集之內就解決了 當畫人錯手毀滅信 心裏面還有一個迷惘的時候 他竟然和衛星澤亞重新連結 找回自己 衛星澤亞透過畫人的爸爸 告訴他 其實他憤怒的原因 是源於他已經獲得了蒙面超人的力量 真正的強大不是力量有多強大 而是內心有多強大 的確這個世界未必人人一開始就想做惡人 很多人本身是一個好人 但被權力、金錢、地位等等影響之後 原本善良的心會被蒙蔽 好像戴著一副不適合的眼鏡一樣 看不清楚前路 畫人選擇和衛星澤亞連結 找回善良的內心 作為門徒 我們就要和主耶穌連結 耶穌說 我們和他的關係 就像枝子和葡萄樹一樣 樹枝必須要和樹幹連在一起 才得到足夠的養分 作為他的門徒 我們更加要每天和基督連結 才會得到他的話語去滋潤我們的生命 生活有力 另一方面 枝子離開樹幹單獨存在 就會失去生命力 而門徒缺少了基督 在生活上也會失去生命力 當生活忙碌 處於困境 或者面對迫伯和公義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對眼很容易會看不清楚前路 迷失方向 耶穌就教導門徒 要和他去到連結 的確 不管我們在什麼處境 其實我們都要和基督連結 回到上帝的話語當中 將不適合的眼鏡脫下來 戴上不適合的眼鏡 找回在基督裡正確的路去走 就像畫人最後和衛星扎瓦連結一樣 他才能掃清眼前的仇恨 找回蒙面超人平一的使命 連結基督是很重要的 不過我們不是在安靜 離開了我們亡暖之中先連結基督 而是我們無論在什麼困境 都和基督連結 即使是顛貝流離的時間 也都要和基督連結 分回去他的話語那裡 希望我們在逆境的時候 一起連結基督 找回心意 結出更多的果子 最後提醒大家 動漫人物並不是聖經記載 動漫角色的性格 隨時有大幅波動 突然刻化 直接比喻涉及風險 會容易招致損失 如果大家想了解上帝的道 都是讀多些聖經 以上就是關於蒙面超人01的信仰反省 作為基督徒的你 不知道你如何面對惡人 去和基督連結呢? 假如你沒有信仰 你又會怎樣去面對惡人解決問題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透過不同的社交平台 跟我討論一下 知道你們喜歡哪個蒙面超人 又有沒有哪個拉打 你想討論一下和信仰的關係 都可以告訴我 讓我們有機會一起聊一下 希望你喜歡這一集的內容 記得CLSS 下集見 拜拜 拜託